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g大叔 今天就來到台北市的鵝肉膽岩山店 這是這間店的招牌 這是這間店正面的樣子 說他們的鵝肉很有名,那我們就來吃吃看 那這個就是岩山夜市 哇,裡面冷氣很強 好,那這是全部菜單 好,那我就點這樣 這部位的口味的建議可以看一下 好,那我想要那個鹹水的 然後想要厚拌 小份的這樣 那這個就不要 這也沒有 對,謝謝你 切仔油面 對 好,這樣就好嗎 對 好,總共是235 好,相當令人期待 嘿嘿嘿 好,我剛剛是不是本來做蠻大力的 現在不知道為什麼變得蠻秀氣的 好,那這個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選部位 然後前段後段不一樣 好,那這個是我剛剛講的 然後前段後段不一樣 就是那個鵝肝 鵝肝 鵝肝就好了 謝謝 好,再加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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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居骨也是一門功夫哦 好 嗯 vos 它 你 你 好 好 謝謝 放入黄金色 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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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部位的鵝肉的顏色很漂亮 再淋上這個,應該算是爐水 特製的醬汁 炸彈的瞬間 鵝油大蛋 好,那就感謝小姐再添一顆 好,這個就是鵝油煎蛋 好,讚!辛苦耶 好,就先從這個鵝肉開始 最近來一個粉絲是很喜歡吃鵝肉的小姐 現在就替你嚐嚐看 謝謝 鵝肉感覺很嫩啊 不愧是名店出來開的,鵝肉很好吃喔 嗯嗯嗯 讚! 這個油脂很香,然後瘦肉嚼起來很有肉汁 還有帶著淡淡的中藥材的味道 感覺上 很好吃 但是,這樣這個沾醬很搭配喔 然後肉質很...很嫩 很嫩 讚!真的很棒喔 真的很美味喔 這樣一百九十塊,我覺得相當划算 好,鹹蛋剛剛好喔 好,這鵝肉嫩又好吃喔 讚! 讚! 嗯 好,小可應該來吃吃看喔 要加上名店喔 好,那鵝肉我覺得是滿燈的 好,那...我就點了那個...湯意麵 然後再加入鵝肉 就變成是鵝肉...鵝肉意麵啦 好,這是鵝油煎蛋 好香噴噴香噴噴噴的喔 真的很棒 好吃喔 好,通常這個熱湯泡一下 這個鵝肉會變得更加美味 好,感覺有讓鵝肉醒來的感覺 好吃喔,讚! ... 他鵝肉真的很棒,很好吃 他額肉真的很棒,很好吃 好,當然我評論是這樣 你還是要做理智的選擇阿 哈哈 如果你跟我感受不一樣的話要找店家 我沒有代言啦 只是我現在吃覺得很滿意 這個要強調 你吃覺得不喜歡又要怪我 好吃 好 這鵝肉麵我覺得蠻值得推薦的也很好吃 好如果這個是鵝肉麵的話也是滿分 相當的讚 當然是要看他切下去不會是哪裡 我是自己加進去的 油脂很香然後肉質很細緻 讚 好 他菜單上有寫後段的 鵝肉的話是比較嫩的 就是油脂多嘛所以比較嫩 好吃 讚 喜歡吃鵝肉的朋友一定要來試試看 不過停車不太方便就是了 然後就是這個鵝肝 然後就是這個鵝肝 嗯 也蠻嫩的不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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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鵝肝就不是我吃的當中最扁的啊 因為稍微 有一點點硬 感覺就說來擺好 之前我拍油的鵝肝是可以這樣抖動的 就是整個抖動 這個中間是稍微硬一點 但是 但是 切鵝肉切盤跟麵我都覺得很棒 最後這個應該是個人的口感 就是個人口感的差異 那我覺得是90分 50塊這樣也算蠻便宜的 OK 不錯 推薦炸蛋 然後 湯液麵 還有鵝肉切盤 讚 好吃 好 最後加碼一下空心菜 噢這個湯青菜我喜歡 滿滿的蒜碎 讚 加碼 再加碼 這個 米血 吃吃看 感覺好像很嫩喔 這個米血很嫩喔 好吃 其實我上次掛包裡面沒有吃那個花生粉是因為 通常 潤餅跟花生粉 潤餅跟刮包 潤餅跟刮包的花生粉 潤餅跟刮包啦 那花生粉都很甜 所以我不喜歡 不喜歡加在 刮包裡面有那個花生粉甜甜的感覺 就天鹹天鹹我不喜歡 然後這種一般這種 米血糕的話 日本都是不甜的 所以就每個人自己的口感 剛好是不喜歡 甜鹹甜鹹的感覺 可是我個人 我個人是 潤餅跟刮包是沒有在加花生粉 但每個人就每個人的習慣 就是很傳統的 米血 那我覺得是滿分 好吃 讚 它鵝肉很嫩 下次想要吃吃看煙燻的味道 味道怎麼樣 鮮水很好吃 好這個鵝肉超讚的喔 還有這個蛋蛋必加 認明這個標記啦 很可愛 好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一塊 掰掰 好那就稍微走緊一下下 難得來這邊 這邊 好這邊事實上有很多老店啊 好這家也不錯喔 好那這邊就有很多老店啊 好,這邊就是橋頭岩山觀光夜市 牛麵好便宜,才90塊 剛剛我拍的那個店家是新開的店家,但他們是從老店開出來的分店 這家也是很有名的店,粥胖子鮮果汁 好,那我今天就只拍一側而已,因為剩下時間不多了 好,那我看,我們先拍一些照片 好了,我拍一燈 好,那我是我的先拍的 好,很,我打開 好,就好 少爺 我沒有東西 好,我太好了 好,觀看 如果想要吃便宜的朋友這個可以考慮看看 實在90塊喔 真的很便宜 50塊而已 好 當然年三夜市還有很多美味的好吃的東西 我就只有拍一次而已 前面這家也是啦 台北超多爐飯也是很美味 各位來就祝你用餐一塊 祝各位朋友一塊一天 掰掰